哇!真的沒有鍋巴耶 算大成功耶 對啊 真的有眼淚 歡迎收看 我是沙先生 我們這次露營又來到了南投國姓鄉夜沖了 沙太太是用煮飯神器有大成功 也有小失敗的地方 獲得牛肋條又進化囉 這次的露營也算是偽單飛 我們也要告別這頂Coleman的帳篷了 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已經10點了 簡單的搭設完明天再繼續 修了N次的空拍機終於修好了 第一個挑戰的就是比較沒有難度的真包子 真包子還蠻簡單的 煮飯神器蒸包子 成功 冰箱在哪裡? 在那個... 前面那個 看到福利市 欸!它有這個香噴噴烤雞耶 太熱了太熱了 拿飲料 鬼帳篷 回來啦 好熱啊 好熱喔 他們跑去哪 去後面啊 去找媽媽 去找媽媽 真的有眼淚 你是在裡面 倒彈力球 好熱啊 這裡 在用力 打蛋 好了嗎? 好了 把它倒進去 指甘葱 指甘葱 柴葱 这几分钟 再两分钟我想到很多 喔!要開這個了 燜的這個 不知道有沒有稱號 哇!烤焦了 還是換用鍋子煎一下好了 好像有點樣子喔 會動喔 它沒有黏住耶 這個鬆餅也很可愛 自己小孩做的都好吃 實在研究食譜喔 蓋子燜15分鐘 先開大火 然後呢 煮滾之後轉小火的速度 10到15分鐘 哇!要開箱煮飯神器 開箱 哇!成功了耶 天啊!煮飯神器也大成功耶 比電鍋煮的還要好吃 粒粒分泌 哇!真的沒有鍋巴耶 算大成功耶 對啊 去逛一下福利社 走吧!我們逛一下福利社 這是什麼? 紫色的 哇!你爬那麼高幹嘛 好玩嗎? 好玩嗎? 好玩 我們要去找一下木材 走吧 知道木材在哪裡嗎? 前面在前面 不用找太粗的 先拿幾隻小的 小的 小的 弟弟那一種的 拿多一點 拿多一點 好 好了嗎? 可以 可以 走走走走走 拿到我們今天要燒的木材了 走走走走走 快 好重喔 這個超大的 挑 那叫什麼 藏泥嗎? 蝦子的 藏泥 你去幫我裝一杯 裝滿水 大一點的杯子 這邊在煎 蝦仁煎 還有蝦子 還有蝦子 對 全連最近這個鹿龍烏骨雞也好厲害 現在大家在 烤棉花糖 烤棉花糖 烤哪樣? 像有點焦焦的 像那樣有點焦焦的就可以了 要膨脹的 每次都最喜歡烤棉花糖是不是? 嗯 棉花糖就是好吃 棉花糖就是好吃 你問一下你們現在在收集什麼? 樹枝跟乾葉 樹枝跟乾葉子 你收集完葉子了 好像現在很小了 不小心就好 要回去了 好爛 然後怎麼採? 採下去 對!它這樣就斷了 比較... 這次的炙燒 要讓梅娜反應更上一層樓 沙太還說也想試看看弄給我吃 還貼心的幫我跟小孩賺了牛二條的所有的金 露營在體力上絕對不是輕鬆 但這個過程在心理上絕對是放鬆 明天還要撤帳 晚安囉 好開慢一點喔 掰掰 我們現在就來開箱露營區吧 馬路這裡一轉進來 就到了新晉露營區 門口一進來的地方 左邊就是一個A1 有一間雅房 另外四間都是套房 雅房有自己的床跟冷氣 然後也有自己獨立的衛浴 每一間木屋也都附有桌子椅子 對面就是A1的停車場 再往裡面走的部分 這邊有冰箱 是供所有的銀客 冰東西的地方 對面這邊就是一個福利社跟銀本部 兒童可以玩的一些小玩具小遊戲 販賣部也有賣人影跟一些玩具泡麵 這邊是B區 滿帳可以搭6帳 B區的旁邊也有一間自己的套房 也都有自己的衛浴 C區的後面有細水的地方 長長的淺淺的 這一區6帳會有6個水龍口 會有3組 再往上走C區這邊可以搭5帳 有自己獨立的衛浴 然後C區這邊還有一個套房 第一區總共可以搭10帳 有自己的衛浴 只是D區不會有套房 地區的旁邊這邊是讓地區停車的 地區停車場的旁邊這邊就是一個遊樂區 有小小朋友可以玩的地方 對池現在把它改成沙坑 西區的對面就是梅山區 總共可以搭5帳 還有一點不錯的就是 它其實都有自己的水龍頭可以用 梅區都有自己的衛浴 其實也都還蠻方便的 梅山下來這邊就是梅二區 梅二區總共可以搭6帳 也是有自己的獨立衛浴跟洗手台 這邊就是梅一區一樣跟梅二區一樣 總共可以搭6帳 也是有自己的獨立衛浴 還有洗手台 他們這邊的界線就是老闆 銀主有在 欄杆上畫紅漆 紅漆與紅漆的位置 就是1帳的距離 總共有這些距離 這個是梅一區的衛浴 它洗澡的部分是在裡面 然後出來這邊有洗手台跟鏡子 洗澡的空間不算大 沐浴乳跟洗髮乳的部分可能就要自費了 離開以前還在吃冰 是不是太熱了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囉 掰掰 如果你也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留言、訂閱、分享、按讚 我會有更多的動力 紀錄這一些 一切的一切 我們下次見